2亿股民80%在亏钱 A股10年还是3000点 怎么建立大家对A股的信心 信武有6条建议 完全可以让A股凶习于全球 涨到1万点 但如果第6条无法做到 其他的都白说 如果全部做到 一定可以打爆 看空的华尔街资本 国际犹太资本 今天信武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来提出这6大建议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第一条 解决股市严重失血的问题 A股过去最大的问题 就是失血过多 单单去年就失血28,200亿 这其中多少是股民的血汗钱 这种情况股市怎么能涨呢 一个水池把出水口打开 三小时可以放干 进水口打开 四小时可以住满 同时打开 多久可以放干 股市就像一个水池 问题是放水口 是哗哗哗的往外流 进水口呢 却没有多少进来 水位怎么能涨起来呢 过去一年大家看到了 印花税拿走了2700亿 券商佣金拿走了1500亿 公募基金的手续费 拿走了1700亿 当然这些都是小头了 真正的大头 是大股东减持 比如说这家公司 2017年花不到4亿 大股东买过来 上市当天就爆炒1000亿 你有没有想过 只要减持百分之二 公司将来哪怕股价跌到零 他们也是大赚的 还有这家公司 上市也13年 亏12个亿 实控能却套现25个亿 这种公司经营100年 可能也赚不回这25个亿 你觉得 他的心思会放在哪里 在这种情况下 股市怎么会涨 提高减值标准 严惩违规减值 比如说征收70%的税 或者直接没收 没收的钱用于回购 该公司的股票 要减值可以 分10年20年减值完毕 从长期价值考虑来经营企业 杜绝上市后 完全是为了圈钱 在股市如果没有创造价值 绝不允许减值 否则就是明抢 如果不这样 那谁都想上市 上市多好 借银行的钱还要利息呢 借股市的钱不但不要利息 本金都不用还 想想有多少人把上市 作为他们的终极梦想 这是多么不正常的一件事 我们再想一想华为没有上市 影响它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吗 影响它是一家现金流极好 业绩极好的公司了吗 因为减值套现对大股东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大部分大股东减值的钱 这家公司50年 100年都撞不回来 如果对违规减值 除法太轻 一定有大量的人以慎释法 有300%的利润 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律法 大家知道 这可是远超300%的利润 第二条建议就是 物资的违规减值还不够 是吧 我们还必须有增量资金 最大的增量资金在哪 这是被我们所有人忽视的一个点 就是回购 不要老是盯着小敞户那里的三瓜两绕 真正有钱的还是上市公司 这些大财主 要知道 单单四大行每年的利润就是 一万多亿 更别说 还有这些茅台 隔地 美地 这些账上堂着 多着2000亿的现金 少着560亿的资金 什么意思 鼓励这些公司回购 我们要知道 美股市场 过去 从2008年到现在 回购的资金就高达3.1万亿美元 相当于回购的资金就高达了 20万亿人民币 相当于是有20万亿人民币 重新又流入了股市 这是多少钱 大家想想 还有比如说苹果公司 进元去发债 发债回来的钱 再去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 还有卖当老这种公司 从银行贷款借钱 也要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 为什么 大家知道银行的利息才几个年 这些好公司每年的回报都超过百分之十二十五 当前我们A股很多公司的股市已经非常低了 回报率远远高于银行的利息 股神巴菲特非常的鼓励这些上市公司 低位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注销 这个比分红要给股东创造的价值更大 巴菲特这个判断 我是百分之百同意的 如果鼓励回购 我们A股每年新增的资金 可能远远超过两到三万亿 如果这样做 大股东每年从股市减值抽血又大幅减少 回购的资金又大幅增加 大家想想 我们的股市能好不起来吗 这是第二条建议 第三条建议就是 退市机制要完善 用更多的垃圾公司退市 并且要完善退市赔上机制 我们过去退市了多少家 大家知道 纳斯达克1985年以来 退市的公司是多达了两万八千家 这就好比 哈佛大学每年有20%的学生被退学 我们几乎没有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哈佛的大学生拼命的在奴隶学习 生怕自己毕不了业 我们的大学生通宵的在玩游戏 谈恋爱 进去的时候是人才 出来的时候是废财 我们A股也是一样 绝不一样 这些已经失去了奋斗精神的 这些吸血鬼大股东 第四个建议呢 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指数 来代表A股 不要这个所谓的全A指数 大家知道 道琼斯指数是由30家优秀公司组成的 我们要建立类似于这种指数 这种标杆 大家知道道琼斯指数 过去年化回报是高达10%的 过去100多年的时间 回报率是高达10% 这就让多少人相信了价值投资 长期持有优秀公司是可行的 如果我们也选择一些好公司 二三十家的好公司来代表A股 而不是选择所有的股票来作为这个指数 这样的好处实在太多了 第一个人类是趋利避害的 这是人类的天性 如果选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这些 价值公司 既可于树立价值标杆 也能让普通的散户知道什么是好公司 什么是价值投资的好代表 甚至让大部分的散户降低他们的风险 同时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指数也是远远升起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过去很多人 95%的股民相信A股没有价值投资 其实A股还是有一些相对不错的公司的 那为什么不把这些公司作为一个指数 建立起来 让全世界看到 让所有的股民看到呢 这样的话 比天天喊口喊价值投资要好100倍 第五条啊 就是要加大这个处罚力度 我们过去的处罚力度太轻了 最近网上流传一个笑话 就是减辞的大股东有三步骑 一运到国外 二违规减辞 三转移资产 我们的监管部门也有三步骑 第一就是收到消息 第二就是严重警告 第三就是罚款50万 大家知道啊 安元公司造假被罚是5亿美元 CEO判刑24年 我们的亚伯特造假 套现了几十亿 最后罚款60万 对于财务造假 内幕交易 老鼠仓 操控市场 我们过去的处罚实在太轻 还是那句话 有300%的利润 资本就敢践踏一切的人间律法 这是第五条建议 第六条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彻底改变啊 把股市为企业融资 为企业脱困 作为第一目标 而把促成正确的投资选择 和最佳的资源配置 作为第一目标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把保护小股东的权益 作为某些部门的第一中子 或考核的最终目标 而不是把企业资源了多少钱 作为第一任务 比如世界上最牛的股市 这个国家 他们的相关部门 的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是保护投资者 维护公平 有次序 高效率的证券市场 并协助家庭资本 国家资本 向资本市场流入 这是人家世界上最牛的股市 他们第一目标是保护 保护什么 保护中小投资者 让家庭资本 国家资本流入股市 这是他们的第一目标 我们的第一目标是什么 是服务大股东 前一段时间 有个券商体系的人告诉我 现在所有的体系 都是为大股东服务的 整个体系 是围绕大股东赚的 如果是这样的利益的话 以上五条 基本上是很难改善的 我们圣人说 诚心正义 远后才能齐家自国平天下 如果我们真正的做上以上几点 全世界哪个人敢吵向我们A股 A股像中国男主一 如果做到了以上六点 我觉得这就是华尔街 看空资本的噩梦 良意股民的福音 又何愁我们A股不新 又何愁我们的消费不新呢 这条视频 新五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发的 希望大家看到之后 赞同新五的 一定要把这条视频转发出去 愿该看到的人都看到 关注新五了解财富背后的真相